呃有的大概8块钱 有的是比较贵的是10块钱 有12块吗 因为你们还有一个弹性两层 两层那个就12块 有没有 那是临时掉它起来 有没有 有有有 这一次用到12块嘛对不对 对这都有签约的 对你不用吧 4月15号这个跳机的事件之后呢 据说台电现在能要查值班人员的手机 是不是有这样的事情 我没有听说 我没有听说 这件事情 415线电危机发生之后 听说很多调度中心的值班人员 都被查手机 要查说谁泄露消息 请问部长是不是有这个事情 我不了解 对你不了解 如果有这种思维 他就是典型的解决提出问题的人 以为这样就没有问题了 其实我们真正要检讨的是 我们的能源政策啊 我讲不客气的 要所谓的旧电是谁造成的 也是你台电 也是你经济部不是吗 能源政策左之右处 能源政策 搞得让大家觉得说提心吊胆 能源政策搞得要去掉头寸 这不是你经济部造成的吗 建电危机接着桃源的万户停电 电力的政策 要不要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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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最近的这样的一个情形 不要继续内容 大家都知道 对那确实是因为地震 要不要检讨 这个部分 要不要检讨 相关我们电力的供应等等 那这个我们一定都会 要好好检讨 OK 来接下来我说 16号本席办公室中午的时间 向台电要索取资料 说15号的状态到底是怎么回事 当天晚上 从中午的时间到当天晚上 10点半才获得回复 这样子的效率可以吗 要不要检讨 谢谢文 我想台电的同仁 因为15号16号 都在紧急处理相关的 这个电力的问题 不长 不要再情绪性的发言 我们针对问题 时间如果有慢 大家一起要努力 15号发生事情 16号中午 我们请问 到16号的晚上10点半 才获得回应 为什么会如此 来 接下来本席要请教 那么台电你是否 在15号有被妥限电 停电的计划 因为你只告诉我们 部长你听 他告诉我们说 他在会议中没讨论 所以等于是没有正面的回复 会议中没讨论 接下来本席要请问 没关系 你不回答也没关系 16号不回答也没关系 本席说要在这边提问 真正的答案 到底15号总经理 你们有没有备妥 有没有通知 有没有讨论到要限电 跟停电的这个报告 因为据媒体所说 你们已经通知 台电将各驱处 通知要轮停准备 有没有这回事 请说明 好跟委员报告 我们通常在每一天的 期前12小时或24小时 会预估接下来的 被转容量率 那么到了中午的时候 到了15号中午的时候 我们的被转容量率 还是超过6%以上 那以这么大的被转容量率 其实我们不可能在那个时候 就说 所以你们是会议中 你15号整天的会议 没有讨论吗 没有讨论 我们要理清楚 没有讨论 都没有讨论 是 有这样的事情 还比较大 没有这委员报告 这样已经这么严重了 你们还没讨论 15日晚上出现的台电 四步机跳机 这是15日 全台被转容量 首度降到3%以上 惊到 我在台中 我很紧张 我们的中午 要怎么样指引 好 接下来 16号就发生了 桃園的这样的现象 所以距离我们供电稳定 是不是应该有很大的空间 其实我们这样看 在4月15号的中午的时候 至少还有6% 差不多9% 为什么 因为我们 本期已经在跟你讲到 15号晚上如何了 不要再去逃脱那些问题 来 接下来 我们15日 你台电就已经启动了 需电进驾 紧急机组的 凑紧急调度机制 包括 你请求台电 台积电 用电大陆的发电 也启动了 和2和3厂 以及我台中 污轮柴油发电 都发电了 水力发电 来河 来度过这一次的难关 是不是如此 那些机组 是不是如此 有那些事实 有那些事实 都是我被转容量的一部分 你既然有努力做 你为什么不让社会大众了解呢 知道你们的辛苦呢 接下来 本期要请教 这一次要用电大户的资源发电的状况 那你这一次的成本又要花了多少 有的大概8块钱 有的是比较贵的是10块钱 12块钱吗 因为你们还有一个弹性两成 两成 那个就12块 有没有 那是临时掉它起来 有没有 有有有 这一次有用到12块吗 对不对 对这都有签约的 就跟他签约 12块的吗 对不对 是的 所以这一次 光光这一次 你告诉部长 这一次你的成本还要花多少 我们还没有算 我们这个等算出来再来回报 415的时候 一个大 那个跳击的一个情况 差点变成一个大跳电 大家都非常的紧绷 那刚刚也很多委员也都特别提到 那4月16号 桃园这边 14月17号都持续 包括桃园中立大园 平镇这边都持续一直有一个停电的一个情况 所以电的问题肯定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想特别问一下 因为4月15号这个跳击的事件之后呢 据说 据说台电现在正在查 当天的值班人员 到底谁把那个紧急可能要北区 要规划停电这样的讯息 一个揭露 然后要查值班人员的手机 是不是有这样的事情 我没有听说 报告委员 我没有听说这件事情 没有听说这件事情 我想特别问一下 因为大家都关心电的使用 没有缺电 现在大概什么都不行 所以电肯定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提这些问题 也是希望能够解决电的问题 包括我们在提整个能源政策 整个能源发电的一个配比等等的问题 那对于整个资讯的一个提供 肯定是重要的 那我这边的时候 我看到了在4月15号之后 我们的官网 台电官网当中的时候 提到我们的备展容量 还是16.08% 非常的高 让大家觉得非常的满意 当然我也特别讲 因为 美花部长可能也很福气很大 因为15号没有真的发生 那个停电的一个情况 可是问题是 当天的时候呢 中央 中央电台 中广这边 他就直接表示 我们的备展容量 一度低到只有剩2.8% 这是什么情况 可不可以请那个 总体那边做个说明 向委员报告 其实到了15号 当天早上 我们8点 我们就开会了 那时候开会主要是因为 在前一天 星期天 发生了这个 另外一件 就是台中的7号机 也破管 也破管 那就是内伤 刚刚讲内伤 不会马上发生 在那时候发生 在礼拜天发生 然后和平 一号机 就是靠近 也都还是 延迟修复 因为确实伤得太严重 主题 因为这个部分 其实我们大家知道 可是我特别要提到的一个情况是 因为我们4月15号的时候呢 本来想要透过明潭 就是抽续水力发电去救急 结果我后来发现 明潭这边也出问题 然后我看到一个很大的讯息是 所有的用电大厂的柴油发电机 都被要求启动 包括台积电 他们本身有36万千瓦的柴油发电机 也在傍晚的时候 都投入了一个发电的情况 所以显然现在 整个台湾的电的情况 其实是有问题的 你们不顾民意 不顾立法院的要求 一意孤行 一定要涨电价 结果电费涨了 现在还要限电 拿钱不办事 就是拿钱还限电 没有限电啊 没有限电 没有限电 好 我接下来要问的问题 就要问你 希望你不要做虚伪不实的回答 4月15号当天 下午的6点至7点左右 因为大潭8号机 明潭456号机 同时故障 被转容量 只剩下3.2% 是否属实 这个确实 当时是有这样的情境 是啊 那这样子 所以4月5号 4月15号那一天 台电内部 到底有没有接到指令 说要为分区限电 做好准备 这个我没有听说 这个我没有听说 你没有听说 但是台电的发言人 在16号他就说 他就说绝对没有讨论 要分区限电 但是呢 经过两天 部长现在告诉我说 你完全没有听说 说要分区限电 到底是发言人说谎 还是没有如实的报告部长 为什么台电发言人 第一时间要对外说谎 这难道不用就责吗 对不对 为什么 这个总经理 有没有说谎 报告委员 我们在高层开会 从来没有说 这是高层指示的吗 我们在开会的时候 从来没有指示下面 要做限电的准备 这个工作绝对没有 那你看一下 来你看 你看没有做限电准备 台北ADCC 基隆ADCC通知 一中央CDCC 完整全文就是说 轮计19点开始 紧急执行分区轮流停电 有没有这个讯息 这是你们内部群组的讯息 这件事情发生之后 我也在看 到底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讯息出来 这件事情 这非常严重 以前用爱发电不够 现在用说访发电 你们对外一直在否认 为什么不面对现实 为什么不诚实的 来告诉大家说 我们的确是有能源危机呢 跟委员报告 当天的预估 我们的被转容量率 还有6%以上 我想要拜托你 你可以帮大家证实一下 说到底有没有这个讯息 到底有没有这个讯息 就是说这个讯息是不是属实 如果假设是假的 台电必须站出来辟谣啊 怎么可以放任这种 谣言打击台电的信誉呢 我没有收到这样的讯息 那我想 是不是可以请部长彻查 说到底是不是 为什么会有这个讯息呢 我会请台电来了解 这个调度准备 不只是一两个单位 这是只包不住火的 去否认这个事实 只是降低人民对台电的信任度 另外一个证据是 台电七点准备要限电 第一个出来爆料的是谁 你知道吗 是一个绿营的友军网红 你看 这个是王姓网红 他说 可以证实本来七点要限电 所以我六点四十五才紧急呼吁 大家要调高温度 关冷气 就差那么一点点 到底他是部长还是你是部长 他比你还早知道要限电 我再跟部长讲 相关证据真的非常多 台电四月十五号 当天的被载容量的时间图 显示六点的时候 就是一个低点 你有没有看到 你有没有看到 如果这个 假设这个还不够明显 我再给你另外一张图 我们没有说这个有问题 那这个就是因为地震造成机组故障 那另外 所以为什么他还要说谎呢 为什么他要说不会分区限电 没有准备要分区限电呢 来继续看一下 这个图更明显 这个四月十五号当天的电压图 五点第一次微幅降压 有没有看到 这就是为了要光电离线做准备 在五点四十七分 又大幅的下降 这就代表当下供电 可能已经出很大的问题了 这么明显的证据 在这么危急的情况 真的没有要准备分区限电吗 跟委员报告 整个的问题是因为 四月三号发生地震之后 让我们的很多的火力发电的机组的锅炉 我们的锅炉长度 里面的一个长度 就是五百公里的长度 这些锅炉受到地震摇晃以后 有一些内霜 我的意思是说 这个是你诚实可以告诉大家的吗 这是你诚实可以告诉大家的 为什么你不诚实说 你要告诉大家说 我们没有这个电力危机 我们没有供电危机 我们没有要去分区限电 你可以老实告诉大家 大家是会体谅的吗 跟委员报告 这一次的地震 我们可以说 我再讲一下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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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不可以请他 对不起 你有什么问题 我再请问一下部长 请问备展容量降到3% 就代表台湾只剩下3%的电力 全台湾只剩下3% 那是一线之隔 全台大停电 到底各个调度中心有准备 本来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这个标准程序就应该做的事情 如果经济部跟台电都一再否认 那只有两个可能 第一就是说谎 明明准备要限电 却对外否认 第二就是无能 电力已经低到只剩3% 结果各个调度单位都没有启动 紧急准备 地震意外造成的事故 我们同样的想象就是赶快来调牌 部长 我想尊重我们咨询的委员 他发言需要你回答你再回答 但是我现在想要请问 这整个状况变成是只有说谎 或无能之间你要选一个 我们不能这样子讲 我只希望说你们要诚实 我们台电努力来做这个事情 就是要诚实 我现在就想要知道说 是不是你们团队也跳电了 还是你们现在是正在限电 我们其实是非常努力来解决 相关故障的排除 而且呢最后一个问题 我问部长 415限电危机发生之后 听说很多调度中心的值班人员 都被查手机 要查说谁泄露消息 请问部长是不是有这个事情 我不了解 对你不了解 如果有这种思维 他就是典型的解决提出问题的人 以为这样就没有问题了 其实我们真正要检讨的是 我们的能源政策啊 怎么会我们 三年已经补贴了你们 401亿 然后呢还要涨电价 然后还要限电 现在第一个也没有限电 第二个地震造成的这样 他一线资格 只剩3%就要全台湾停电了 你告诉我不需要限电 不要用粉饰太平的方式来蒙骗 你不能想说能骗一次就一次 我不知道说部长哪来的勇气 可以在国会电堂里面讲说 你的道歉是真诚的 我刚连问你说 你道歉过几次你也不记得了 然后你的道歉的理由 你只记得说跟电有关 我之前在总职学院就问过你啊 你的勇气到底是梁静炉给你 还是张正月给你的 我觉得我们做事情 就是为国家认真来做事情 部长 想请教 4月15号 这一次我们有提到 也有人讲到是说 这个金长或台电高层紧急出手 打电话给我们这些国内的大户 请他们要么就是降载 要么就是启动他们的一些备用电源 有没有这样的事情 我们在这个非常紧急的像这种临时出状况的部分 我们确实有 确实都有电话联络 有电话联系 是 台电内部有设立 电源不足时期限制用电办法 限制用电办法 明文就已经有规定了 如果说低于90万千瓦的时候要召开紧急会议 那也要通报经济部 但是刚刚总经理也承认了 就说其实当天已经低于90万千瓦了 但是没有依照相关的办法来召开紧急会议 他又讲是说大家有在这个会议里面 但是没有来成立这样的一个应变小组 那可是有去打电话给这10家的工业大户 那我们就要问了 这10家工业大户 他到底是依照什么样的法院依据 所以工业大户算是配合啊 委员讲的那个时段 事实上他们台电的所有的高阶通俄 都在这个25楼的会议里面 那这个会议 为什么没有依照法规 为什么没有依照办法来成立紧急应变小组 来召开紧急会议 那个时间比较重要是来解决问题 那所有的高管都已经在 当然都要解决问题 本席要问的后续 本席要问的后续就是请提供 紧急会议的会议记录 有没有 我想既然叫 没有 我想叫既然 那是不是又是黑箱作业 既然叫紧急会议就是要处理事情 没有错 紧急会议就要处理事情 但是你的会议记录在哪里 我想我再请台电来跟委员做说明 那我想 这不是说明就可以解决的 委员要知道说 如果说我们国家 最重要是解决问题 当然要解决问题 但是更重要是你的法言依据在哪里 三秒钟也是开会 成立 赶快 决策 有人负责 三分钟之内就可以做出决定 这就有法言依据 你有办法 如果说你的办法出来之后 你没有依照相关的办法去做 而是每一次都是用人制的 都是私下拜托的 你除了第一没有法言依据 第二便宜行事 第三是回避国会的监督 这个 所以本席才问 有人这样讲我不能接受 第二个 我不管你能不能接受 因为你今天是你做不到 不是做不到 你没有权利接不接受 是本席现在在咨询你 本席在问说那 紧急会议的会议记录在哪里 当天做错决策 会议记录在哪里 当然没有 当天 当然没有会议记录 部长亲口承认 4月15号在那么紧急一个状况下 没有会议记录 大家就是共同的来黑箱作业 这个不叫黑箱 这个解决问题最重要啊 当然解决问题最重要 但是你现在便宜行事 本席就已经讲出来了 一开始我就讲说 有没有这样的法力跟犯法 当然最重要就是要来解决事情最重要嘛 我讲不客气的要所谓的旧电是谁造成的 也是你台电也是你经济部不是吗 啊你这个地震造成的问题 能源政策左字右触 能源政策搞得让大家觉得说提心吊胆 能源政策搞得要去掉头寸 这不是你经济部造成的吗 这地震的问题 你今天反客为主 我没有反论 你今天反客为主 你今天颠倒是非 你今天让大家觉得是说 明明是你自己闯出来的祸 结果你今天有这样的一个紧急状况 还没有会议记录 这不黑箱什么才是黑箱 我完全不能接受这种东西 我不管你接不接受 因为这根本不是你的权利 我们要这样说事情法是可以啊 这不是你的权利 我们跟这些大用户都有相关的契约 本期再次强调 台湾 我们中华民国是法治的国家 而本来就有相关的办法 你没有办法支援其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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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